新聞開始馬上來關心世界棒雷總會 今年在日本東京以及我們的台灣台北召開記者會 他是宣布了第一屆世界棒球十二強賽 今年十一月將在日本和台灣點燃戰火 對 那預賽還有八強賽的部分呢 確定會有台灣來擔任主辦國 那麼至於四強賽還有冠軍戰 會移植到日本的東京巨蛋舉行 全台灣的棒球迷久歸來久歸來 第一屆世界棒球十二強賽 確定將在今年十一月八號點燃戰火 世界棒雷總會週一在日本召開記者會 正是對外宣布世界棒球十二強賽的相關細節 根據世界棒雷總會的官方排名 日本去年21U錦標賽拿下亞軍 幾下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而台灣目前穩居第四 領先第五的荷蘭有段不小的差距 這十二支具備參賽資格的球隊 如果有國家放棄參賽 將會從十三名開始依序地步 在日本的官方記者會上 世界棒雷總會也公佈全新賽事 logo 棒球上的十二顆星星 就代表參賽的十二個國家 第一層世界棒球十二強賽由日本和台灣共同主辦 開幕戰在日本點燃戰火 隨後分組預賽和八強副賽由台灣擔任地主 準決賽和冠軍戰 再回到日本東京巨蛋一較高下 目前十二強國家參賽意願都非常高 外界相當看好球場大賽 將替棒壘球衝返2020東京奧運 注入一季強行針 棒球迷應該印象都還很深刻 2013年經典賽還有去年21U錦標賽 中華隊帶給球迷的無限感動 年底開大的棒球十二強賽 球迷都很期待 台灣能派出最強中華隊 再一次帶給所有球迷最熱血美好的棒球回憶